所以两次大战之后 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思考方法 我先介绍一个 Lijczynski 一个结构主义者 这个很出名的作品 Beats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Ratch 是1919年的作品 这个作品里面 能够充分表现到 视觉语言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这个 红色尖锐的三角形 它的方向是斜斜地由上而下 因此你会看到 有一种下聚的力量 由于pointed的int 你会知道它是向着 黑色背景的白色的圆形 进入里面 而周围散出来的枝节 一来是一个decoration 二来它有一些 令力营造了一种插落 打破它的效果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由这个红色的三角形 根据Lijczynski的想法 代表了共产主义的red army 红军 那为什么找到 红色的三角形 这个不是那么随意拿出来的 原来是他们的共产符号里面的 那个斧头的横前面 那个横前面就是三角形 所以这个红色的三角形 就是一个斧头 就是红军 那为什么白色的原来代表什么呢 就是白俄罗斯沙祸的军队 他们认为它是senior 或者是superior的人种 所以另外 你看到两种不同的调子 也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观 一个正面白色的 是有大有希望的 告诉你 你听将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会来的 白色是正面 希望 和共产主义的世界 黑色是这个过去独裁的 令人觉得是能够生活得很 在生活在窒息里面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 你看到视角语言的运用 比Lijczynski运用得非常尽 用得很好 在两次大战之后 两个不同的世界阵营 在俄罗斯 他们会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去看整个世界 于是他们的视角语言运用 充分了实验性 和大胆和进取 另一方面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 它是一个不知道 究竟我们身在何处的世界 disorientation 究竟我们如何才能重受 对人类的信心和希望 你会发现到他们 进入有两个不同的艺术运动 Distil 没有放例子 另一个就是Balhouse 这两个艺术运动 它是很正面地看我们的战争 大力的效果 人是不够理性 所以我们要更加理性地面对这个世界 而他们采用的艺术形式 包括这种设计 这是一个家具的一个设计 是奥地利的 Sweetland 是瑞士的一个设计 你看到它这个垂直 把横的横切面 也是来自Distil的一个传统 这是1986年的作品 所以我们的艺术历史 你知道过去 你就会发现到 有很多值得我们可以借镜的地方 将它重新赋予它新的意义 可以摆在我们当代的设计里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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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